我国和韩国在2019年签署关于资讯与通讯科技领域 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正在韩国展开工作访问的通讯部部长法米表示 双方有意在今年11月前 完善有关的谅解备忘录内容 建议改进的部分包括涉及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 因为目前各个领域广泛使用AI据述 相信有关举措符合数码时代的发展趋势 法米今早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部长 柳向任举行双边会谈后透露 他与韩国许多电讯公司讨论的重点 不仅专注在5G基础的设施 而是AI驱动的5G 并且也涉及如何利用高速互联网进行AI应用 较早前 发明与柳向任举行将近30分钟的会谈 讨论关于互联互通 实施5G ADVANCE 网络安全 电影制作和社交媒体等多个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